6-5 世界冠军惨遭90后绝杀出局 斯诺克大师赛八强对阵出炉 2022年斯诺克大师赛首轮比赛争夺全部结束 首轮最后两场比赛高潮迭起 两场比赛都上演了绝杀好戏 两世界冠军表现一喜一忧 2015年世锦赛冠军得主宾汉姆 在于90后最强球员凯伦威尔逊的比赛中 经历了一波三折 宾汉姆在开局大比分0-3落后的情况下 奋起直追 他先后轰出两杆130加高分后 把比分追至5比5 遗憾的是在决胜局较量中 被炯哥凯伦威尔逊绝杀出局 只不大师赛首轮 另外一名世界冠军 现世界排名第二的特鲁姆普 则是上演了绝杀对手的好戏 在于小钢炮马克艾伦的比赛中 特鲁姆普在大比分3比4落后时 连赢两局拿到赛点 虽然马克艾伦顽强把比分追至5比5平 但在决胜局比赛中 特鲁姆普抓住对手失误机会 上演了绝杀好戏 最终以6比5击败对手 强势晋级大师赛八强 世界冠军冰汉姆 于90后最强凯伦威尔逊 在大师赛首轮碰面 双方实力不相上下 两人几天前刚刚在斯诺克冠军联赛中交过手 冰汉姆战胜威尔逊晋级优胜组比赛 此番再次交手 威尔逊自然渴望复仇 比赛一开始凯伦威尔逊就率先发难 第二局比赛凯伦威尔逊信心更足 单杆打出82分后再赢一局 第三局比赛凯伦威尔逊再接再厉 打出单杆79分后扩大比分至3比0 落后的冰汉姆随后展开疯狂反扑 第四局比赛 冰汉姆状态回涌 他打出单杆96分后扳回一局 在第五局比赛中 凯伦威尔逊没有受到上一局失利影响 他单杆打出83分后再赢一局 大比分4比1遥遥领先 第六局比赛冰汉姆多次上手进攻 单杆打出53分后扳回一局 第七局比赛 冰汉姆多次上手进攻得分后 以78比14再赢一局 第八局比赛冰汉姆火力全开 单杆打出139分后胜出 顽强把比分追至4比4平 第九局比赛威尔逊 两次上手打出单杆69 56分后 零封对手拿到赛点 冰汉姆在第十局打出单杆132分后 再次扳平比分 决胜局比赛双方都有机会 凯伦威尔逊把握住机会 以56比39险胜 总比分6比5击败冰汉姆 晋级大师赛8强 世界排名第二的世界冠军特鲁姆普 迎战小钢炮马克艾伦 两人争夺同样激烈 第一局比赛特鲁姆普状态爆棚 单杆轰出101分后 先下一城先声夺人 第二局比赛马克艾伦不甘示弱 随即打出单杆92分后 扳回一局 第三局比赛特鲁姆普再次发威 他单杆轰出了101分后 再次超出比分 第四局比赛马克艾伦多次上手得分后 以61比29胜出 把比分搬成2比2平 第五局比赛特鲁姆普状态依旧在线 单杆打出88分后 以3比2领先 落后的马克艾伦在第六局比赛中 打出单杆65分后 顽强把比分搬成3比3平 第七局比赛马克艾伦多次上手进攻得分后 以63比26再赢一局 大比分4比3反超特鲁姆普 关键的第八局比赛 马克艾伦措施良机 他拿到62分后终止进攻 特鲁姆普通过做斯诺克 迫使艾伦犯错 特鲁姆普最终65比62逆转取胜 顽强把比分搬平 随后特鲁姆普信心大增 打出单杆135分后拿到赛点 马克艾伦在第十局发挥出色 再次颁平比分 决胜局比赛马克艾伦率先上手 得到29分后交出进攻权 特鲁姆普最终绝杀对手 强势晋级八强 至此2022年 斯诺克大师赛首轮比赛争夺就全部结束 中国选手表现不佳 赵星彤和颜炳涛都输球出局 晋级大师赛八强的选手分别是 马克威廉姆斯 尼尔罗伯逊 约翰西金斯 霍金斯 奥沙利文 塞尔比 特鲁姆普 以及凯伦威尔逊随着八强席位全部产生 斯诺克大师赛八强战 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的具体对阵也全部确定 上半区 两位753杰西金斯和马克威廉姆斯 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另外一个四强席位 将在奥沙利文与尼尔罗伯逊之间产生 两人刚刚在世界大奖赛决赛中交过手 此番再次交手必定会精彩分成 下半区 两场四分之一决赛 将由特鲁姆普迎战凯伦威尔逊 霍金斯对阵塞尔比 塞尔比近来状态不好 霍金斯有望再进一步